所谓的鸡膜,是人们通过总结过去经验而形成的一种脚本化的思维图示。 举个例子,当我们联想到去餐厅吃饭这件事时,我们的大脑中会进行特定的思考过程。 有些人会想象着要去餐厅排队,点餐,在吃完东西后再把垃圾扔掉。 还有一些人则会想象着到餐厅直接就做,然后点餐,共享食物,然后去付款,再留下一笔慷慨的小费。 我们可以把图示想象成类似儿童玩具的一种心理框架,对于我们已经完全理解的事物,比如一个三角形,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大脑里形成概念。 所以,当我们接触到的新事物与我们已知的事物相似时,比如说一个正方形,就可以通过童话将它输入到我们的大脑。 但是对于全新的事物,比如说一颗星星,童话就失效了,这就需要我们顺化和改变已有的图示。 童话这一认知过程,即使将新事物纳入,并整合到你对这个世界已知的理解中去。 如果新事物与我们已知的事物相类似,童话便可奏效,为了认知新事物,我们要让它嵌合入我们现有的图示中。 如果我们所要认知的事物非常特别,不适应我们现有的图示,我们就必须采用顺化。 换句话说,要真正了解新的事物,首先必须重塑我们的大脑空间。 想象一下,你生来就是这么,即使是一百万本书或最好的老师,也无法真正向你解释什么是红色。 你需要去体验它,才能顺应这个概念。 弗雷德里克·巴特莱特,在被称为幽灵之战的实验中,展示了图示是如何无意识地改变我们的感知和记忆的。 在这个实验中,他给他的英国学生读一篇来自齐努克部落的冠意美国土著民间故事。 这个故事包含有鬼魂、狩猎海豹、参加战争和华独木舟。 之后,他观察学生们如何根据自己的记忆复述他们所听到的故事。 一开始几天,然后几周,再到几个月后,发生了三件有趣的事情。 一、遗漏了一些不熟悉的细节。 很多学生都不记得齐努克人捕猎海豹的故事了。 这是因为捕猎海豹这件事,不符合英国富家子弟自有的文化背景。 换句话说,他们对这类事物没有现成的图示。 因此,他们很难理解这点,并无法将其转移到他们的长期记忆中, 一共日后进行回忆,所以他们把它给遗忘了。 巴特莱特认为,从心理学上来说,任何不符合我们图示的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。 二、新增了一些认知中的事件。 一些原本记得捕猎海豹部分的学生,他们在之后附属这个活动是去钓鱼。 而装满武器的独木舟被付出成了一个滑艇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是因为当我们缺乏词汇去描述独特的新经历时, 我们就会使用惯用语或一些修饰手段来附属这个故事。 换句话说,我们会通过熟悉的图示框架来传递不熟悉的信息。 由于每次回想起那段独特的经历时,我们都会这样做,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会变得越来越让我们觉得熟悉,但也越来越背弃本来的故事。 三,把不合逻辑的事件合理化。 故事讲完后,大多数学生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。 然而,几周后,他们中的一些人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义。 学生们开始添加诸如因此和因为之类的术语,并且不自觉地使故事具有因果关系和逻辑上的一致性。 每当他们根据回忆复述它时,他们都会添加一个原因, 其努克部落的人不去狩猎海豹,也不坐独木舟去打仗,他们驾船是因为他们想去钓鱼。 巴特莱特注意到,每次要求学生们去复述这个故事时,故事都会发生一点变化。 这意味着,长期记忆既不会一成不变,也不是不可改变的,而是不断调整的。 而这,也支持了存在主义观点,即人们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构建过去。 换句话说,我们记忆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合理化为一种自我叙述, 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生活当作一系列自然的事件。 创造这个术语的,让皮亚杰认为,我们通过把自己的经历构建成图示来了解这个世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